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长春天普路以北林河街延长线上被挖断的供热主管道的抢修情况 昨晚的11点在连续泄水约10个小时泄水1.5万吨后 那抢修工人进入了作业坑对破损的管道进行了焊接修补 并于今天凌晨2点58分焊接修补完毕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23点 经过抢修工人10个小时的泄水作业 现在管道内的大部分热水都已经排放出来了 那现在工人也下到了作业坑准备对漏点进行修补 因为这个水始终出了高温高压 所以说泄水持续了今天将近10个小时时间 才把管道里的水才泄掉 现在管道里面可能还有一部分水 漏点已经漏出来了 经过我们这个判断可以进行补汗 不用被管道进行更换 据抢修人员介绍 设计部门和相关部门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对管线破损情况进行了勘查 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对损坏部位进行修复 从它这个破坏这个面开始 把它的破坏面已经都清除掉 重新进这个破坏部分进行补汗 现在管网这个应该在直径在70公分左右 冲面挺大 预计可能要在后半夜凌晨两点左右吧 能够完成这个枪修 由于被挖断的施热电厂通往长春市区的一条供热主管道 南关区 静越区 朝阳区 120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受到影响 15号下午3点 长日集团紧急启动东岭和静越医事业部的 两座大型调风锅炉进行补热 到15号下午5点 供水温度分别达到70摄氏度和80摄氏度 居民供热未受明显影响 经过抢修工人彻夜抢修 到今天凌晨2点58分 抢修焊接完毕 开始向管道内注水 重新广场进行冲水 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比较长 持续到也得到10个小时左右 预计应该在明天中午或下午 电厂的热黑也就陆续可以升稳了 爽杜市应得云龙报道